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今天又是七日的第一日 又是我与你们分享经文的时刻 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常年会议的这个投票 选举投票的乘上那个文件的最后一天 如果你们还没有乘上的话 通过email就是电邮 你们可以填了 尽早的给乘上 好 现在我们来继续 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这段经文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 他因为奉 因为保罗奉这个耶稣基督的名 他命令这个乌鬼 从死女的身上出来 就面对了这个死女 他的主人拉他到首领跟官长的面前 控告他们传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结果呢他就被打了 他们就被打了 手脚还上了这个木口 木口其实就是这个木座的夹子 把你的手跟脚给夹起来 让你不能够自由的行动 所以他们的手跟脚都上了这个木口 就被关进这个内间 内间是监狱的内部 很深入的地方 其实就是好像关一个重囚犯的地方 这时候他还命令一个禁足来看守 而保罗希拉 却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半夜的时分 他们还祷告 唱诗 赞美神 那对这段经文 上个星期我在分享了之后 后来我再去回想 思考 那我对上个星期所讲的 其实我就发现到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补充 所以今天我还是会 继续的讲这段经文 来跟你们分享 这个星期我所思考到的一些 就是有关这段经文的 这个思考之后 想跟你们做的这个分享 在没有开始之前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的父 非常的感谢你 今天能够 给我们这段时间 来分享你的经文 我们感谢你 这座耶稣基督的死拯救了我们 并且你还规定着 那么一天要让我们聚在一起 就是能够互相的劝勉 鼓励和听取圣经上面的教导 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的成长 父啊 因为你的 没有你的话语 我们如何的成长呢 只有你的话语 能够成就你自己的事工 让我们 借着你的话语 来更深的认识你 并且走你 走你所给予我们的这条道路 父啊 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 愿你祝福仆人在这段时间 也是在 这个心情里 让仆人所体会到的一些 有关这些经文的教导 让我和弟兄姐妹们 分享 也愿父神你 帮助 但愿这些分享 也能够使弟兄姐妹们 得到造就 或者那些还不认识主的 愿父神你祝福 愿这个分享 也能够 让他们 看到救恩的亮光 和救恩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自由 父啊感谢你 我把一切交托在你手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我们先读经 在还没有开始 等我把这个画面 移到这个 视频上 好 在使徒行传16章25 一直到第 32节里面 这样写到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也 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 监牢的地基 都 遥动了 监门 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 也都松开了 监狱的看守 一醒 看见监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但保罗大声呼叫 说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看守 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地 伏伏在保罗 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说先生 我必须做什么 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和你家都必得救 当夜就在那时候 他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所有属他的人 立刻都受了尽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敬主 他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因 为信的神都很喜乐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 不是 因信的神都很喜乐 我们感谢主 我们上个星期 就读到这段经文 从保罗 希拉在半夜的 这个祷告 和他的赞美神 我个人深深地体会到 人的肉体 是可以被捆绑的 上了木口 被这些木的甲子 给捆住 行动完全的不方便 我们的肉体 也可以被锁链 给捆锁着 但我们人的心灵 在基督的救赎里面 在圣灵的引导下 我们却还是 能够非常自由的 我这时候就想到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曾经对 这个犹太信徒 所说的一些话 在约翰福音八章 三十一 到三十七节里面 这样写道 耶稣对他的犹太 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一直在我的道中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 或者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但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若 这儿子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对不起啊 忘了翻译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 他说你们却想要杀我 因为你们里面容不下我的道 是的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就是会犯罪 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不应该也不能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做的 就正如保罗 在罗马书七章里面所说的 他说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是我 所不愿意的 就是我就赞同律法是善的 即使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而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没有良善居住 因为立志由得我 只是如何行处善来 我却没有找到 我所愿意的善 我烦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再是我做的 而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 他有一个挣扎 他说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所做的东西是我们明白的 但是到后来做了 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再回想起来 我们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 为什么我会那样做 等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做的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因为罪的关系 我们做很多东西 我们其实不明白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的 我们没有去做 不愿意去做 所以耶稣说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保罗自己也发现到 他自己的不自由 耶稣的到来 其实是就是要我们从罪里面 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 把我们从律法的管制之下 把我们在律法的管制之下 带到基督他的恩典里面 就是带到他自己的恩典里面 使我们可以因做信 而得到他自己 就是耶稣基督 他的自己的这个义 而不受律法的控诉 这也是父神的这个 救恩的一个计划 所以在我们称义之后 你发现到 神又拆遣这个圣灵 来内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圣灵 接触圣灵的果子 活出没有律法禁止的这个生命 就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 但圣灵所接的果子 就是爱 喜乐和平 恒久忍耐 温和良善 信心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 是与同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若活在圣灵里面 就当在圣灵里面 行事 这就是真正的自由 是外在的锁链 绑不住的 福音要带给我们的 正是这种内在的自由 任何的环境都绑不住的一个自由 我曾经和一些会抽烟跟酗酒的人 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想到信主就不能抽烟 也不能够再喝酒 他们觉得没有自由 就说他们不想信主 其实他们也知道 可能抽烟酗酒对身体不好 但是他们觉得 不能够抽烟酗酒 其实就是没有自由 我们不妨想想 一个人不能不抽烟 不能不酗酒 其实就已经成了烟与酒的奴仆了 所以他们感到不自由 是烟与酒 在我看来带给他们的 而不是福音将会给他们 带来的不自由 反而是这个烟与酒 控制了他们 使他们不能自由地离开他 这个烟与酒 同样的是我们的罪 我们显示出种种受肉体 控制的一种心境跟行为 就如圣灵借助保罗 像加拉太教会所说的那样 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 这里到二十一节里面 你有这样写到 属肉体的作为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淫乱 无悔 放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争吵 忌恨 恼 恼 恼 纷争 皆胆 亦端 不济 凶杀 这个醉酒 荒焰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的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主 借助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带离了这一切 想想保罗与希拉 他为了传福音 奉耶稣的名 是被鬼斧的使女 这个使女是被鬼斧的 他得到了自由 以使得他更 以便他更好的去做福音的事工 结果呢 他却被控诉 在没有公正的听审情况下 我们看到那个官根本就没有审问他 他就被打了 还被压在监牢里面 还上了木工 这种情况一般上人的心里应该会有很多的不满 但我们看到的是半夜时分 他们却唱歌赞美神 没有怨恨 这个上个星期我似乎也有谈到 就祷告跟赞美 这正是圣灵的果子 像耶稣一样 他们的心里这时候充满着基督的柔和和谦卑 能担当各种不公正的环境与困境 而这种被圣灵充满不受罪捆绑的心灵 在煎熬的深处 在没有希望的地方 带来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平安 一个喜乐和盼望 借着他们的歌声散发出来 也在影响着那些被捆绑的人 这也是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的 他们彻耳听保罗与希拉的祷告跟赞美的歌声 他们没有责备保罗和希拉 使他们你这样唱歌 我们不能睡觉 你可以静一静吗 不要假神圣了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真的是彻耳而听 明显的歌声 他们的歌声与祷告 在吸引着这些囚犯 然后我们就看到 富兰蒂大震动 这是保罗与希拉的神 展现他的能力 我个人相信 这是保罗与希拉的祷告 和对神的赞美 使得神愿意向当时在场的人 显示他的威严与他的能力 而带来的震动跟释放 所以上个星期我说 是祷告与赞美的歌声 震动了监牢 就是因为这个赞美 跟祷告的歌声 使得神 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威严 让他们体验得到 神他的这个全能 然后我就想起 读到这里 我就想起一段 在旧约时代发生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和一个叫 约沙法的犹大王有关 当时他在面对着 这个犹大 在面对这个摩亚人 还有亚门 还有亚门人 还有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他们 当时约沙法 他就寻求 约沙法神的帮助 神这时候就感动了 一个叫亚哈西的人 或者我们说就是先知了 他对约沙法说 这件事情记录在 历代字下20章15节 开始 一直到第21节 历代字下20章15节 他说 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约沙法王 你们请听 约沙法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众多的人 恐惧惊慌 因为征战不是你们的 而是神的 明日你们要下去 云敌 看啊 他们是从 喜斯坡上来 你们必在 耶鲁伊勒 旷野 溪水的尽头 遇见他们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 这次你们不用征战 要摆正站着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明日当初去云着他们 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约沙法就 脸覆于地 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俯复在耶和华面前 敬拜耶和华 我们看到当时 神就借着亚哈西 给约沙法带来一个拯救的信息 我们看到约沙法当时 他就设立了一个赞美神的歌勇队 去应战 而不是带领军兵去应战 是歌勇队 在历代字下二十章 二十一节 一直到二十五节 这样写道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为耶和华设立歌唱的 使他们以圣洁的美丽 走在军前 走在军队的前面 赞美耶和华说 你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怜悯永远长存 众人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设富兵 基沙纳来攻击犹大人的 亚门孩子们 抹压人和希尔山的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因为亚门孩子们和抹压人起来 基沙驻西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 灭尽驻西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自相基沙 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 见尸痕偏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 就收取敌人的财物 在尸首中 建了许多财物 珍宝他们 拨脱下来的 多得不可携带 因为 很多 自收取了 散热 哇 那是 非常多的 给他们非常多的 敌人的财物 财宝 我们可以看到 这赞美耶和华神的歌声 清楚地向敌人显明 犹大是倚靠神的能力 是神为犹大征战 对外邦人来说 是犹大哥勇队 对神的赞美 带来神为犹大的征战 这是很明显的 其实这之前 耶和华神已经像 什么 已经像这个犹大众人 和这个约沙法说过 耶和华为他们实行拯救 其实他们与歌勇队摆政 对付敌人 实在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犹大人借这个歌勇队 表现了他们对神的信心 这胜利的结果 给他们带回来的是 许多的财物 我们看到首先赞美神 似乎他们已经知道 这个胜利是在他们这边 这是何等大的信心 所以他们带回敌人的许多财物 然而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犹大众人与列邦住国 其实他们都体会到 使犹大得胜的是耶和华 是耶和华神战败外邦人 而不是犹大 历代志这样的写道 二十章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 人都欢欢喜喜的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率领他们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 仇敌 就欢喜快乐 我再说一次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 仇敌 就欢喜快乐 他们弹琴 古色 吹号 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历代志下二十章 二十九到三十节 又这样写道 列邦诸国 听见耶和华 战败以色列的仇敌 耶和华 战败以色列的仇敌 就很害怕 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 因为他的神 赐他示尽平安 同样保罗 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 他们祷告 与赞美 带出了他们对神的这个信靠 这种因信靠带出来的喜乐 正在影响着他们 与他们一同在牢房里面的 每一个人 尼西米 在对这些从贝鲁七十年后 回去犹大重建这个耶路撒冷 他那个城墙的人这么说到 当时他们 因为读了这个 律法书之后 他们的 他们都哭了 那么与西米这时候就 对犹大人说 你们不要忧愁 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这段经文记录在 尼西米记八章第十节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去吃肥美的 喝甘甜的 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 因为今日是我们 主的生日 你们不要忧愁 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而这个震动与释放 我们看到 并没有让这个囚犯逃跑 我想囚犯他们其实也应该知道 那是保罗与西拉 所祷告与赞美的神 发出的这个威力 这样一位有能力的神 就在他们当中 他们都是个罪人 我想他们心里可能都感到很害怕 他们还砍逃吗 当然我也不能 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点 也就是神其实也在这些人的心里面 做着一个保守的工作 因为神不可能让 打开了这些门 然后就让那些真正犯罪的人 有机会逃跑 这并不是公义的神会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 也有神的工作与他的保守 使他们不至于逃走 同样的 神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 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而是在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之下 就不怕我们任意而行吗 其实神哪里有什么害怕的事情 在神没有不能完成的事 他的救恩是完备与有果效的 其实神会借着他的话 还有圣灵的工作 提醒跟保守着我们 神的话是很有功效的 弟兄姐妹们 你们相信吗 他其实比两人的剑还要厉害 还要快 他必成就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神必借着他的话来成就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神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要互相的劝念 要不停的互相的去教导 传神的话语 而且不论得死不得死 这些经文 可以在以下的这些经节 我都把它操录下来 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面将说到 神的道是活的 是有大能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 更快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髓 都能吃路 剖开 能辨别心中的想法和意图 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又说到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一些人所做的 导要逼此劝勉 既看见那日子临近了 就更当如此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里面 一到二节里面也将写到 因此我在神面前 在那将要显现 并在他的国里 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嘱咐你 误要传道 无论得死不得死 总要预备好 并用白般的忍耐和教导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和西伯来书的作者 其实都是要求人 不断地 就是能够互相的劝勉 在主的话语里面 而保罗要提摩太不断地传道 借着神的话语 来教导 责备 警戒和劝勉 而在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里面 我们看到 保罗也是这样的深信者 神其实 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 他也会保守我们到底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到九节里 这样写道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指责 神是信实的 你们是被他所造 好与我 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彼此相交 其实神就是要我们通过 与耶稣基督 他的儿子彼此的相交 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工作 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工作 使得我们可以活出他的这个生命 也让他的爱来打动我们 驱使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圣洁的这个道路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与赞美 神显现的能力使一个本来是看管 保罗与希腊的禁逐 后来却战战兢兢的 辅战兢的辅战兢在他的面前 明显的不是保罗他的这个势力 或者他的这个权力 能与能力使得这个禁逐 就是管他的这个 看管他的这个监狱的 看守监狱的害怕 是保罗与希腊的神 使他们 使他感到害怕 这个事件 使保罗与希腊在菲利比的事工 开始有了外邦人的这个国子 菲利比教会对保罗的特别关心 也许与他当时的这段经历有关 我在想这禁逐在信主之后 后来在这些 在聚会的分享里面 可能他一直都会提到保罗的这件事情 也让弟兄姐妹们深刻的体验到这些 一直不断的回想着这些事情 他们可以看到保罗真的就是神 和希腊就是神特别差遣他们出去 传道给他们的 因此对保罗与这个希腊 肯定一直会存在着一个敬畏的心灵 同时我们也要留意 这些事情肯定的给 这个禁逐 就是看管保罗他的这个看守的 带来不能磨灭的这个记忆 但我们也看到在经历之外 保罗与希腊还是要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的全家听 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里面 这样写道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敬主和他的家 他的家都信了主 圣经说他和全家因信了主 都很喜乐 我们可以看到 那是从一个不了解神 看到神震动牢狱的这个能力 而害怕 一直到了解神的救恩 与神和好 恢复了与神的这个关系 他明白了神的爱 之后他的一种转电 他不再害怕 内心感受到的是一种喜乐 也是圣灵给他的一种喜乐 其实神要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面前 而不是害怕的来到他面前 所以他差遣 这个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上 其实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 他是要我们能够在他 在他面前能够 很喜乐的站着 靠着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义 来到他面前 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 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 我们一定会感觉到很害怕 因为我们一无是处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做好 都不能做好 唯有主耶稣基督 他是个完全的 他才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在这地上行走 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这个使命 他显示出了什么是公义 坦白说我在这世上还找不到一个比耶稣更圣洁的人 特别是我每一次在读到耶稣他最后走上十字架的那条道路的时候 我发现到他一句话都不说 到最终原来是我越读就越发现到他是多么的公义 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 到最终可能还引起一连串的各种反应 到最终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还说要求父神原谅那些伤害他的人 你看那是多么一个伟大的心灵 所以当他去世之后 三天后他复活了 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证明他是一个完美的没有缺陷的 他是一个义人 神就是要让我们信靠他的义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是靠着他所完成的公义的这些事情 我们是靠着他的义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因信他他把这个义算在我们身上 那些还不认识主的 我告诉你们这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常留意我们自己的行为 认真的去探讨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 我们几乎无时无刻我们都在犯罪 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勇敢拍拍送堂 当说我告诉你我这一生人我从来没有说骗话 我从来没有这个 我从来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仔细的去想吧 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一定会犯错的 我们都是个罪人 一到我们看清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好我们还是跟耶稣做一个比较 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我们自己的罪 然后我们就可以接 然后如果你们发现到自己有罪的话 那我告诉你们就借着耶稣他所完成的义 就借着他的义 神要借着他的义 夹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相信他吧 相信我们有罪 接受他做我们的救助 那我们就可以像这个禁足一样 他受到圣灵的感动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 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因为我们过去所做的 可能耿耿于怀的一些事情 对我们做的不好 但是已经可能没有办法挽救 但是神愿意原谅我们 我们现在所要去做的 其实就是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去帮助其他的人 去以神的爱去爱其他的人 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继续的 让他们可以与神恢复关系 和我们现在一样 带着一个喜乐的心灵 将来神来审判这个罪的时候 不管我们过去做的多么不好 他都能够原谅我们 就因为我们能够谦卑的承认着 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需要耶稣他的拯救 我们也知道我们完全的不能够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好好的去分享这个福音 给众多的还不认识主的 记得我们看到这个敬主 和他的这个加信主的之后 你们说他们全家因信了主 都很喜乐 看到别人喜乐 难道我们不喜乐吗 这种在灵里面 完全得到的一种自由和解放 是真的 这种喜乐是不能够形容的 而当我们继续往下看时 我们看到 其实官长也只想关他们一天 也没有打算审问他们 从这个记录 我个人可以体会得到 神其实是要借一个没有尽责 不按罗马政府给他们公民 给他们的公民的保障 好好的去审问保罗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官长 他就这样的把保罗跟希拉 带进内间的牢房 并且还让他们上了这个墓口 其实是因为神要保罗跟希拉在那里 显明他的全能与荣耀 把禁足与他的一家人 带进他的这个救恩里面 我想保罗可能在 这个禁足得救之后 回想起一切所发生的事情 那是明显的 神在背后掌权 其实类似的事件 也在旧约发生过 我想最让我们人回味的 其实就是创世纪里的这个约瑟 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埃及里面 他的这个主人对他很好 他也很卖力的工作 但是这个主人的妻子就想要亲近他 结果因为他得不到约瑟 他就陷害这个约瑟 约瑟就带着侵犯主人妻子的 莫须有的罪名 完全是假的一个罪名 进了这个牢狱 最终我们看到 原来是神要使约瑟 坐在埃及的这个高位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在这个旱灾的时候 拯救以色列雅各的一家 把他们带进这个埃及里面 所以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约瑟他原谅了他的哥哥 他发现到其实这是神的 允许的一件事情 而对这位官长 我想保罗与希拉 其实并不想按着罗马的律法 上述他的上述 或者控上述这个官长 因为罗马公民不受 神就被棍打 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 但保罗与希拉他并没有太多的 去为难或者要起诉这个官长 只要求他亲自的把他 以希拉领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 我相信保罗这时候 也已经体会到 神借一些不义之人的手 来做他的工作 我们还是要感谢神的作为 约瑟哥哥看去是何等的不义 但当约瑟看到是神的手 在背后工作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计较 他哥哥如何的对他 我们要小心的留意 神如何借某个事件 与某些人物来完成他的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我们了解 我们明白了 神在这些事上的他的工作 我们往往都能够原谅 或者不计较当时这些人 对我们所造成的这个伤害 我们反而可能还要感谢他们 神借他们来造就了我们 许多当初觉得伤害我们的人 有时候我们想想 如果没有他们的伤害 我们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忍耐 也没有今天的宽容 也不会对耶稣上十字架势 能安然的去面对这个 这种心境我们有所认识 在福音里 正是许多的逼迫与患难 造就了我们信徒 所以弟兄姐妹们 要留意这一点 彼得前书四章一到第二节 里面将写到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已最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 其实有时神让我们受苦 你发现到是有祂的旨意在背后的 当我们能够愿意为基督受这些苦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就越来越的 加得这个可以说好像圣洁 越来可能就是过去会有的一些仇恨 但是因为经过了这一切事情 我们都看 一些人说是看开了 其实乃是圣灵改变了我们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不断地因着这些苦 我们把这个老我给慢慢地死去 让这个新的生命渐渐地活出来 我们也看到保罗也发出 以善生恶的一个教导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 将写到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不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们不可为饿所胜 反倒要以善生恶 所以弟兄姐妹们 看到吗 神常常就是 借着一些所谓 在我们眼中看来 可能是不义的人 其实他们可能还是个义人 只是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的罪恶死的 我们觉得 他们和我们作对 我们就觉得他们是不公正 但是很多时候 当回想起来 回想起 这一些我们过去 所做的事情来 我们开始在主的话里面 更清楚的看到 也许我们当时 真的是不对 对方是对的 也许当时真的 对方是不对 我们是对的 但不管怎样 神都借着这些 就是神的话语 和圣灵的感动 在我们不断的听取 和互相的劝勉里面 渐渐的改进 我们感谢主 他始终是他成就了 他自己的 这个拯救的工作 让我们今天 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面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今天比以前 也许更加的 信靠主了 那不是我们的工作 乃是圣灵和神 在我们所走的道路上 不断的引导我们 造就了我们的 感谢主 好了 弟兄姐妹 我今天就分享到此 那就让我们来 结束今天 接着这个祷告 来结束今天的 这段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的福 非常的感谢你 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 让我们可以享受 你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这段 经文的教导福 我感谢你 让仆人在这段经文里面 看你 学到这些功课 也使得仆人 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 和弟兄姐妹们分享 也愿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 能够体会到 父神你的爱 和你的能力 父啊 你是创造我们的 天地的主 只有回到你那里 我们才能够解决 我们罪的问题 因为只有创造我们的主 懂得和如何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原来谁还不认识你的人 能够 速速的回到你那里 父啊 我们 在你那里 我们拥有永恒的一个 说不出来的喜乐 父啊 愿他们也能够和我们一同得着 父啊 把一切交托在你手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神明 阿们